今天早上收到消息 我们这边终于解封了 期待很久的传奇十七弹 终于可以猜到了 那费什么话 我们直接去奥特曼卡片批发市场吧 走 现在我已经来到我们这边批发市场了 好久都没来了 诶 换位置了吗 这边之前是考验的 怎么变成了这些怪兽奥特曼的呀 哦 原来是转移到这边来了 哇塞 那我来看看吧 我一直想猜的传奇十七弹 是这个吧 是 这个是德凯封面的 各位呢今天我是骑的摩托车呀 就是袋子没有多大 那咱们就拿个几盒吧 拿个三盒我觉得应该就可以了 然后呢明天我估计还会来一趟 好了 咱们先把这三盒拿到这边来 我再去选一些其他东西吧 然后呢我来看看这边有什么好玩的东西吗 哇 这边好像都是一些奥特曼的纪念币 要不然我们只能点这个回去吧 我好久都没有拆这种纪念币了 拿个两盒这种吧 差不多了 我这个包呢估计快这么下了 我今天就买这些吧 咱们明天再来吧 现在呢我已经到家了 我现在已经迫不及待了呀 那咱们呢今天就先拆一盒这个传奇实习弹吧 然后这边这个纪念币呢 咱们也是先拆一盒 废话不多说 直接开整 这里面这个USR签名卡呢 听说有最新奥特曼德凯的呀 因为我们这边有疫情 也是一直没有买到呀 来咱们一次性把这个全部拆完吧 看一下我这一盒能不能中吧 先来第一包看一下 哇直接中了一张USR的 斯菲亚哥莫拉耶 单千怪兽的 再来 看一下 是一张UR的迪迦 再来再来 看一下这一包 SR的 这一包呢 是一张SSR的赛加 一张赛加的话 两元包也是可以中的呀 这五元包也可以中 我严重怀疑可能荣耀里面还可以中 之前那个神秘四号的那种SSR卡呢 是之前某一个版本里面一元包可以中的呀 说很秀 现在已经感觉烂大街了呀 来这是一张UR的黑暗迪迦白金 再来 看一下这一包SR的 看一下这一包呢 一张SSR诺亚 你看 两张的呀 神秘四号里面 SR 看一下这一包 哎 啊 是这张啊 没叫诺杰恶的 单签 虽然这一盒的两张签名已经出了 都是怪兽的单签名啊 嗯 这 也出不了签名考了 但是呢 我也把这些全部拆了吧 看看能不能出一些新的其他的考吧 看一下 是一张SSR的特定加 再来 看一下这一包SR 这一包呢 是一张UR的杰德尊皇 白金 继续 看一下这一包 是一张SSR的迪迦 再来再来 SR的 说实话五元包也是挺坑的呀 哎 SR 还有最后两包 看看SR的 最后一包 看一下 是一张UR的迪迦复合型 那这一盒 你们一直叫我猜的 最新版的传奇试鸡蛋 已经全部猜完了啊 这一盒呢 中了两张怪兽的签名卡 哎 很可惜啊 没能中最新的德凯的签名啊 然后呢 有四张白金 有四张SSR签名 一共十张满新卡 没关系 我那不是还有两盒的吗 我相信我一定能猜出来的 那接着咱们来看一看这个 宇宙英雄系列的 英雄纪念币吧 这个呢 我也是第一次买 不知道这里面是什么玩意儿 来 打开 哇 这里面是这种一小个一小个的这种 像奥特曼的勋章的这种 你们看 哇塞 好像是铁的吧 分量呢 也蛮重的 一共有 呃 四四十六 十六个呀 还是蛮不错的 我把这全部拿出来看一下 还是不错吧 哇塞 分量是挺重的 都挺不错的 全部给它倒出来吧 这种级念币呢 该说不说 还是挺不错的呀 然后呢 分量也是挺重的 做工这些 你看是吧 也是挺生动形象的 那如果有小板 喜欢这种级念币的 也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评论哦 那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吧 喜欢我的视频 别忘了给我点不关注 再加转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 拜拜